欢迎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房地产市场火热 银行之间的房贷利率竞争激烈 尽管美国的信用评级下降 欧洲债务危机仍然存在 房贷咨询公司认为 房贷利率两年内还是偏低 银行近期内应该也不会调高利率 未来一两年 我认为房贷利率会满足的 大概1% 原因是因为美国Federal Reserve 他们承诺保持利率会很低 在低房贷利率的大门径下 产业在融资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银行一般推出的房贷配套分成两类 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而浮动利率则同三类指出挂钩 分别是新加坡银行同业拆息率 Cyborg 新元雕期利率 Soft和现行利率 其中新元雕期利率的波动比较大 华侨和大华银行分别在3月和8月 取消新元雕期利率的配套 我认为 因为Soft rate曾经有下跌到复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要赚取利润是很困难的 这个做法也有利于贷款人士 因为贷款者每个月的公还比较固定 容易掌握每月开支 政府最近调高申请组屋和执行 控管公寓的收入顶限 有银行表示 新措施对房贷利率有多大的影响 还延至过早 因为这将取决于我国和外国 未来的经济表现 新传媒新闻记者 灭国为报道